今天食信由衷帶大家來到香港的東區北角 為何要來到這裡呢? 因為我Vanna在這裡長大的 所以附近有什麼東西吃呢? 我第一時間都會知道了 而且今天我發現了 還要開了一間很正宗的越南菜館 它就是北月牛肉粉豬門店 北月牛肉燒 早esti吃了 呢 來到北越牛肉粉專門店 除了牛肉粉外 還有很多當地很道地正宗的越南美食 就像我面前這碟 哇 香茅豬扒 還有炸牛油雞翼 這個香茅豬扒 用了最正宗的新鮮香茅 還要在越南運過來 聞到都覺得很香 還有它有醬汁 醬油 是親買過飯的 不用吃飯一會 味道都很鹹 女士其實我不喜歡太鹹 我可以自己混進去 我覺得口感應該很好 很肥美 豬扒真的有很香的香茅味 加入豬扒表面 吃豬扒的味道有夠 配上飯的醬汁 可以自己自由去針 很香 適合女士食用 還有很多蔬菜 我吃完之後 又有青瓜 還有蘿蔔絲 絕對是女士的一物 在我面前 這個就是炸牛油雞翼 聞到都覺得很香 炸得多冷 更辣手 越南當時 就是起了法國人統治 是法國人的殖民地 以這個牛油雞翼 就是他們兩國文化衍生出來的美食 超香 而且很鬆脆 不知道是不是吃起來 也是這樣吃的 蒜蓉味真的炸得很香 咬起來很鬆脆 牛油一定是用得很多 嗯 這個北越火車頭 認真厲害 大家看看 這個椰青皮 是不是呢 很夠份量 老闆就說 這裡是二人份量 但我就覺得 四個人都夠吃 這個火車頭這麼有份量 大家知不知道裡面 其實有什麼料在這裡 就是有 生牛肉片 牛腩 牛腩 還有牛丸 牛筋 還有牛排葉 還有 兩塊吊一下味的金不換 火車頭最重要 就是湯底夠好吃 讓我試一下它 看上去 和有看上去 都一樣是這麼濃 還很重 很重牛味 聽這裡的師傅說 和牛腩 是用新鮮的牛骨 每一咬劑 9個中二菜 所以有精華 在這裡 哇 牛丸 切得很漂亮 適合我一口 可以吃到 很霸口 牛味也很重 然後呢 到牛腩 大家看看 多爛 脂肪分布 牛味 很重 很入味 還有 吃一點都不硬 很軟 很軟 很滑 吃完藍菜 又怎可以少得滴滴咖啡呢 為什麼它叫做滴滴咖啡呢 因為呢 它只是一滴一滴 慢慢滴下來 還有呢 喝這種咖啡的人 千萬不開心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炭 吃飯咖啡 吃品呢 口感和賣相都一樣 這麼豐富的 大家看看面前這碟 髮色牛油焗大頭蝦就知道了 你看看那隻蝦 大過我的手臂啊 厲害啊 很多人都說了 海鮮呢 就越簡單 就越帶出它的鮮味 你看看蝦頭 一筆上來 哇 全部都是黃色的糕 撈上蒜蓉和牛油 一定很甘香 很鮮啊 你們還沒吃都要浪費了 一定要來吃 讓我先嘗一下蝦肉 哇 淡淡肉啊 大家看看 也加上蒜蓉和牛油一起吃 應該都很好吃 嗯 這個蝦身啊 好滑啊 好像泡漬蓉一樣 好嫩啊 它應該是蒜蓉 真的時間剛剛好 火牛一流 正宗的生牛肉可麗 一定配到有 鵝剃 蔥花 金筆碗 芽菜 再加上 檸檬和辣椒 金筆碗 金筆碎正宗啊 拜拜 這個就是不穴的招牌菜 山牛肉可 而山牛肉可 在越南 就是出了名的民間美食 而它的主角 不只是面頭那堆 紅色很漂亮的牛肉 而是雀劍的湯底 因為湯底 才是最主要的美味來源 它是用了九個小時 新鮮 牛骨咬成的 把檸檬這樣擠進去 把檸檬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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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足料啊 好辣啊 真是湯頭 正宗的湯頭是用幼身的河粉 它最喜歡吃河粉 當然了 接受它的主角 山牛肉 還有湯底 這隻鑊呢 值得辣椒的人 加上辣椒 這樣才是最美味的 配上湯底 這個山牛肉很嫩滑 那個湯底很濃郁 很豐富牛肉味 配上山牛肉 你真是 人間極憤 大家看看 入三五之幾來這裡 最重要就是叫這個 忽悦的平盤蒜 面前呢就有 春卷 煎炸肉 配上炸蒜 還有這個 豬扒蝦片 還有 彈彈串 哇 這麼多樣子 不喜歡吃哪樣子 我先試試炸肉 煎炸肉 煎炸肉 煎得很脆 好吃 加上蔥花和蒜頭 炸了 更加香口 下一個呢 最重要就是試試這個 越南 很出名的 春卷 每次吃越南菜 我所有朋友都一定要點春卷 好脆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的餡料很足 很豐富 很豐富 還有皮 又薄 有粉絲 裡面 好吃 試完這個了 我想要粗魯一點 用手吃了 河內的豬扒蝦片 這些就是豬扒肉 很豐富 加上蔥花和30個的蒜頭 我想還是要粗魯一點 口感很豐富 真的變得很脆 吃多幾個都不腌 還有 怎麼可以留下這個 這麼重要的棒棒串 很豐富 很豐富 我覺得 一碟我最喜歡這個 接著 一隻手 一隻手 蝦片 無論 住在九龍 新的或者香港區的朋友 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想吃最正宗的 筆月是你最好的選擇 筆月牛肉粉專門店 地址就是 香港北角電廠街 15號 A地鋪 交通方面 搭港鐵 就在泡台山站A出口 而搭巴士 就有2號 81號 106號 116號 680號 690號 而搭小巴 就有49號M 這樣就來到 走趕了 baz視野 3號 7號 2號 1號 1號 2號 4號 1號 1號